在亚运会女排比赛的激烈角逐中,中国女排再次证明了自己的统治地位,以3比0的比分轻松战胜了日本女排,成功获得了杭州亚运会女排比赛的冠军,这也标志着中国女排第九次夺得亚运会的冠军。 这场比赛的结果不仅让中国女排球迷欢欣鼓舞,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女排的强大实力。 首先,让我们来看看这场比赛的具体进程,中国女排在比赛中表现出了出色的技术和团队合作,以3比0的比分轻松击败了对手。 这场胜利的关键在于,中国女排占据了三大优势,中国女排派出了全主力阵容,这意味着她们的实力和经验都更为丰富,她们展现出了强大的进攻和防守技能,让对手难以应对。 相比之下,日本队的阵容不够完整,新阵容导致了配合程度的不佳,这在比赛中明显体现出来,中国女排的默契配合,让她们能够更好的协同作战。 此外,中国女排还享有主场作战的优势,这为她们增添了信心和动力。 球迷的热情支持也让她们感到更加强大,尽管日本队努力抵抗,但她们的实力相对较弱,给中国女排造成了一些挫折和阻力。 中国女排始终保持了冷静,以出色的表现获得了胜利。 这场比赛并不仅仅是一场关于实力和配合的较量,还引发了对中国女排主教练蔡斌选人决策的争议。 蔡斌作为中国女排的教练,在选人方面的决策受到了质疑。 其中,对于王云露和仲慧这两名球员的使用备受争议。 王云露和仲慧被认为,可能不再年轻或实力不足,却继续占据主要位置。 这引发了球迷对蔡斌的决策的质疑声浪。 一些球迷认为,蔡斌应该给年轻球员更多机会,培养新的人才,而不是依赖老将。 中国女排在杭州亚运会女排比赛中表现出色,赢得了冠军。 她们的实力和团队合作能力让她们无可匹敌。 尽管蔡斌的选人决策受到了争议,但最终的胜利证明了她们的决策是正确的。 这次胜利不仅是中国女排的荣耀,也是中国体育的荣耀。 中国女排在未来仍然有很大的发展潜力,我们可以期待着她们在国际舞台上继续取得更多的成功。 最后,这场比赛提醒我们,无论在哪个领域,成功都需要实力、合作和坚持不懈的努力。 中国女排的胜利鼓舞了我们,让我们相信,只要我们努力奋斗,就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。 无论面对多大的挑战,这场比赛是一个充满鼓舞和启发的故事, 将激励着更多人追求卓越。